剛才你也提過,其實大家的口味最近還是偏向一些 高息股,包括長和系都比較強 剛才Kinder想問就是1038 他就說如果想買1038收息的話 技術上它的價格有沒有機會跌到50元? 如果以1038,我想就 同意可以選擇來做一些中線一點 或者是收息的一個部署 始終整個長和系其實普遍的顏色都不差 譬如1038現在也有四里幾個五里 其實是一個挺好的一個顏色位置 而價位其實大家看圖都知道 其實是很強的 也沒有多少圖都不斷斷上去 市街的貴嶺這麼震盪 所以絕對是一個穩固的選擇 但當然有沒有機會跌到50元? 這個就難說的 因為你反過來在日市裡面它也不跌 除非接下來這一季的市是很差 又或者市場很好 好到大家不追這些股 選一些強股 那就真的會有這些比較極端的情況 才有機會回到深一點 所以暫時來說就比較難說一些 我覺得與其你等50元 不如如果你真的購買上去的 其實這些位置可以先買第一下 就是我想一路以為你望著星 但是沒有參與 其實就更加擔心 但是都落到50元一邊 可能又不敢買了 就是這個是很正常一個 就是大家投資者的心態或心理 所以我想你這些位置如果真的能夠分住的 其實這些位置可以買第一下先 但是當然你可能的份量會少住一點點 但是如果真的有機會是譬如你撐到 假設真的這麼幸運 落到50元一邊 那你那些位置才會再加多一點點 因為其實你賣得來都是貨 可能中線一點 用來收一下息 又覺得價格是好的 其實變相就不需要說 因為中長線 如果你這樣分交換 其實就不需要太介意的價位 是不是賣得一個絕對很漂亮的位置 除非你一住而已 所以如果你可以分到的話 其實我想這樣做 現在買著一下子才會比較合適一點